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灯塔照耀中国 中共中央驻地连展 首展开展仪式在瑞京举行 更多内容江西旅游报道 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关注旅游台发现最美江西 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旅游报道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初心要征程 百建珍贵革命文物档案 说江西主题展 昨日开展 记者要解到此次主题展 由省委办公厅 省委宣传部 省委党史研究室 省文律厅和省档案馆联合主办 江西省博物馆承办 作为中国革命的摇篮 江西拥有丰富的 红色文化资源和历史 这是属于红土地宝贵的精神财富 展览共展出文物152件套 档案48件套 艺术品与多媒体展相10个 图表照片286张 时间跨度从1921年至2021年 浓缩了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奋斗的光辉历程 以江西的生动力证展现党的初心与使命 彰显江西在百年党史上的地位与贡献 我们这个展览的筹备历时半年有余 整个这个展览是汇集了全省的文物系统 档案系统的展品 那么也是从1921年一直到2021年 这百年间的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涉猎 展览中年纪最大的文物 是一夜看上去并不醒目的杂志封面 作为江西百年革命史展览的开篇 他来自哪里又承载着怎样的故事呢 这个封面呢是1921年 当时五月份发行的新江西的一个封面 那么它是由当时在中共等日市场 具有江西三杰之称的赵姓农 方志明以及袁玉斌三位 所创办的这样的一个杂志 它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当时马列主义 在江西传播的一个主要的战地 那么在这样的一本刊物之中 当时的袁玉斌赵姓农跟方志明 他们都有发表自己的文章 比如我们看见展柜之中的这一篇 狗儿的死 就是方志明发表于新江西上面的一篇文章 新江西这样的一件展品 可以说是本次展览的开篇 也是对于江西百年当时的一个缩影的体现 而展览中最年轻的展品 来自2021年扶贫攻坚工作中 涌现的感人事迹和相关物品 代表着新时代改革发展的新篇章 一百年来 江西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红土地》上记载了共和国地造者们 血染的风采 孕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 苏区精神 长征精神等 许多人物与事件具有强烈震撼力 本次展览分为革命理想高于天 血沃干婆助军魂 清风正气满乾坤 俯首甘为如子牛 赶叫日月换新天五个篇章 每个内容聚焦了一个核心故事 多元化多层次展现出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披荆斩棘 勇闯新路的光辉历程剪影 我们也是试图在这个展览里边 通过呈现党的在江西的体现出来的初心 体现出来的党的基因 然后来跟大家揭示 这一百年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它背后所蕴含的原因 展览6月28号正式开幕 将持续一百天 周二至周日 游客正常进行预约即可免费观展 作为本次展览的开幕之夜 省博物馆配合展览主题 进行设计了博物馆之夜红色交响大型交响音乐会 音乐会上南昌最年轻的交响乐团奏响了汹涌澎湃的国际歌 红旗颂等红色经典旋律 这也是江西历史上首次在博物馆内演出的交响盛宴 在承载历史与记忆的博物馆中奏响了建党百年的赞歌 6月28号晚永远跟党走江西省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广场舞集中展演在南昌举行 来自全省的20支参演团队登台献议 以一场高水平的舞蹈盛宴向党的百年华旦献上祝福 记者要求到此次展演活动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江西省文化馆承办 各社区市省执管县市文广心理局协办 展演节目精彩分成 红船摇篮 我的祖国等节目 以辉弘大气的歌舞 礼赞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辉煌 中国美 欢乐鱼鼓等节目彰显了干婆文化的时代薪资 春天到万家 丰收在唱 挨压勒等节目 展现了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展演活动自四月份启动以来 仅扣庆祝建党一百周年这一主线 采取层层发动 逐期选拔 全省联动的形式 广泛发动全省群众 积极参与到广场舞展演活动中来 全省一共有800多支队伍参与了选拔 那么选到我们省城来的就有70多支队伍 那么又从这70多支队伍里面挑选了20支队伍 参加今天的决赛和展演 我觉得一个是队伍越来越年轻化 第二就是广场舞的水平越来越高 我们主要就是组织 辅导 而且我们这次的结合建党一百周年 结合我们江西地方的元素 结合原创这三者来创作编排广场舞 本次集中展演 既是全省人民群众良好精神面貌的全面展示 也是党史学习教育阶段性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我们的音乐是新创作的 运用了江西上饶民歌及博洋雨谷音乐元素 以雨谷为道具 载歌载舞的表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生态文明建设稳步向前 乡村振兴 旧貌换新颜 干部儿女喜悦奔小康的美好足景 同时表达了干部儿女对党和国家的热爱 感激和赞美之情 以及对国运昌盛的美好祝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我们婆婆的人民才过上这么幸福美满 一时无忧的生活 在这一百年之际 我们能够用这种广场舞的形式来展现舞蹈 为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庆身 我们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6月28号灯塔照耀中国 中共中央驻地连展 1921至1949首展开展仪式在瑞金举行 此次展览由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武汉中共中央机关就职纪念馆 延安革命纪念馆 西柏坡纪念馆 香山革命纪念馆 等七家中共中央驻地纪念馆 联合主办 仪式上 纪念馆相关负责人 向现场的干部群众 简要介绍了此次连展的筹办情况 承展内容和历史意义 随后 由馆内讲解员带领与会人员 按照中共中央机关 从1921至1949年的迁移路线和历史脉络 进行现场讲解 通过一张张图片 一件件事实 生动直观地展示了 中共中央机关迁移发展的脉络 以独特视角 在线中国共产党 从建党到建国的辉煌历程 宣示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光明的灯塔 指引中国革命航船乘风破浪 向胜利彼岸的历史过程 让在场参观的干部群众 深受教育和鼓舞 我举办这个展览的就是为了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也是想通过这个展览 让广大干部群众 能够了解中国共产党 在1921年到1949年 为了中国革命 进行艰难曲折的一个奋斗历程 深刻领会到我们红色政权的来之不易 据了解 此次连展为期一个月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开展之后 还将陆续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武汉中共中央旧治纪念馆 延安革命纪念馆 西百坡纪念馆 香山革命纪念馆 等六家中共中央驻地纪念馆陆续展出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 全省各地的文旅咨询快报 近日 庐山管理局决定 申报庐山为国家天气气候景观观赏地 庐山具有极其深厚的人文历史和优美的自然风光 受天气气候地形地貌等因素影响 庐山形成了丰富的天气气候景观 如瀑布云 云海 雨松 雾松 日出 晚霞 盛景日运等 具有极高的观赏性及美学价值 截止当前 在庐山旅游发展委员会协调组织下 文旅 气象 影视等方面专家学者 已完成庐山近70年来的天气气候景观统计 分类 评估等工作 初步完成了申报文稿及影视评审资料 接天连夜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进入夏日 上绕物源多地荷花静香开放 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欣赏美景 嫩红的荷花点缀在碧绿的荷叶间 风情万种 美不胜收 感觉这里的花很漂亮 让人心情特别好 让人心患神怡 俄罗多姿 风香扑鼻 千姿百态 一个字 美 赏美食 看美景 宣传江西旅游资源 传播江西旅游体验 以上就是今天江西旅游报道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您可以下载手机江西台客户段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